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清静高空观景步道 从5月27日开幕到至今 到访的游客已经高达63000人次 由于近日好雨交通不便 观光处表示 为了让民众退票更加的便利 从6月14日到19日期间 民众当天可以经由南投好好玩的APP进行退票 清静高空观景步道 从5月27日开幕至今 到访游客已经达到了63000多人次 扣除豪雨造成的停班停客 平均每日皆有3900多人到访 清静高山观景步道 因为采取总量管制 特别是在步道上面 来欣赏台湾的高山风景相当的漂亮 所以自5月27日开放之后 也受到许多游客的喜爱 到6月14日为止 扣除了几天的停班停客 到访的游客已经63000人次 每天平均是3900多 近日好雨不断 湖公路也因为好雨造成贪方 为了方便民众退票机制 观光处表示 从6月14日到19日期间 已经修改南投好好玩APP 让民众可以在当天退票增加民众的便利性 那在这个月的14号到19号 不去步道旅游的话 那请把握这个时机点 在当天我们的南投好好玩的APP 还是可以上去做退票的 近日好雨交通不便 民众上山游玩的考虑因素变多 县府修改APP程式 让原本当天不能退票的机制 修改为在好大雨期间 可以在当天退票 清明作风让民众更加安全便利